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在台北娱乐圈消失不见了 原因是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了足迹天津发展 虽然回天津中断了贾静雯的演艺事业 但他并没有放弃 却成为一名演员 自从演过电视剧之后 他喜欢上了当演员 在荧幕前表演让他感到非常棒 1993年 19岁的贾静雯 依靠他的聪明伶俐成功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与徐静雷成为了同班同学 与大他三岁的长腿女神于飞红成了师生关系 本来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他考上电影学院好好学习 然后毕业继续进入娱乐圈做演员 但天有不测风云 贾静雯的父亲在这个时候 不仅因为经商失败欠下巨债 而且还生命垂危 每日光医药费就高达5000块 在那个年代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母亲因为拒债问题 以及父亲的身体问题 早已憔悴不堪 而姊妹年纪还小 没有赚钱能力 作为老大 贾静雯必须承担起家庭重担 于是他不得不提前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 返回他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台湾来拍戏 赚钱养家糊口 贾静雯父亲患的是零八癌 只要跟癌这个字沾边就不是什么好病 何况贾富患的还是扩散特别快的零八癌 长期的病偷折磨让他再也无法忍受 于是他恳求女儿把他的呼吸机拔掉 好让他早点解脱 在得到母亲及弟妹的同意后 贾静雯含泪拔下了父亲的呼吸机 亲手结束了他的生命 父亲的去世对一家人的打击很大 其中最受打击的莫过于 亲手结束父亲生命的贾静雯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让一向乖巧的贾静雯彻底变了性子 导致他后面带给别人的种种难堪 以及别人带给他的难堪 将父亲脱衫安葬后 贾静雯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去拍戏 虽然不用再担心父亲的医药费这个问题 但家里还欠了巨额债务 另外一家人的生活问题 弟妹的学费都是自己要操心的事 所以为了能够赚取更多的钱 贾静雯拼命拍广告接戏 有时他一天的工作量 甚至能排到十个 更夸张的是他两年拍了十六部戏 悲惨的遭遇让贾静雯很快地成长起来 高强度的演艺生活 也让他的演技土肥猛进增长起来 1997年在娱乐圈奋斗几年的贾静雯 终于凭借四千斤的三姐一绝 出路光芒 荣获戏剧类最佳新人奖 但这风光劲还没有维持多久 他就因个人作风问题陷入了舆论风波 在他获奖的这一年 他与黄建群一起搭档主演《法衣奇案》时 奇妙地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本来熟男靓女 男欢女爱 这很正常 但是不正常的是 黄建群与他在一起时并非单身 而是一个已经有妻室 并且即将升级当爸爸的人 黄建群的妻子叫做王柏瑜 当时丈夫与贾静雯的绯闻传得轰轰烈烈 但他对自己的丈夫仍保持百分之百的信任 认为黄建群截身自好 绝对不会轻易被哪个小妖精给拟了眼 虽然对丈夫很信任 但王柏瑜还是想亲自确认下丈夫的忠诚 于是一个深夜 他挺着即将临产的肚子 喂随丈夫 结果正好亲眼看见 丈夫与贾静雯在车里玩起了激动人心的游戏 当即便激活攻击动了胎气 幸而被及时送到医院才能母子平安 侥幸活下来的王柏瑜对丈夫恨得牙痒痒 待出了月子之后便拉着他静止 走向民政局撤了离婚证 虽然黄建群婚内出轨 贾静雯插足别人婚姻当小三的新闻 已经闹得满天飞 但当事人都极力否认 直到在多年以后 黄建群才坦然承认曾经对不起妻子 使自己德行有亏 而贾静雯只用一句年少不跟事 来回应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 因贾静雯而重新恢复单身的黄建群 最终还是没能和贾静雯走到一起 因为此时的贾静雯分身乏术 可顾不上大理他 他正在与另一位小鲜肉打得火热闹 不得不说黄建群的这次出轨 陪了夫人又折兵 真的是得不偿失 也怨不得他之后会那么的粉嫩 跟贾静雯打得火热的小鲜肉 是咆哮弟马景涛 据某制作人爆料说 当时贾静雯在剧组拍戏时 马景涛会开车等他 很狗启的是 马景涛当时已经有了女友 是香港演员余丽 两人好到一度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不过最后因为马景涛的背叛 于力奋而与他分手 据说 马景涛还在电话里痛哭流涕地挽留 接连两次做三 让贾静雯在台湾的风评差到了极点 但他还是不知收敛 继续想要破坏别人感情 但这次的男方很刚 并没有接他的感染之 男方叫做黄少奇 在2000年与贾静雯一起主演 《飞龙在天》时 与他有了交集 据传在拍戏期间 贾静雯就频频对黄少奇暗揍秋波 到最后明目张胆追求起来 不过当时黄少奇已经有了女友 他并未像黄剑群马景涛那样被迷了心窍 拒绝了贾静雯的示好 虽然没有抱得美难归 但贾静雯却并未掩面而泣 因为在这一年 他办成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经过他多年的辛苦努力 假装拒债 终于还清 第二件事情 就是他与黄少奇合作的《飞龙在天》 十分成功 不仅掩盖了 他之前的丑闻还让他名气一路飙升 被业内一个大佬注意到 这个大佬叫做吴敦 这个吴敦名字不怎么样 但是立刻不容小觑 黑到白到都吃得开 不仅如此 他还捧红了林志颖 是小龙等人 在娱乐圈也是一个大哥大级别的人物 贾静雯的好运不止如此 在次年他又成功地与吴义凤 也就是艾妹姐签约 如果说吴敦在台湾娱乐圈 是大哥大级别的人物 那么艾妹姐就是大姐大级别的人物 抒起零星如焦文俊等人的爆火 离不开他的幕后推动 当时台湾娱乐圈市场一片混乱 前景很不好 再加上贾静雯三次做三的前科 还有不少人记忆游行 于是吴敦和艾妹姐 这两个业界大佬把贾静雯 送到了内地去发展 去了内地发展的贾静雯 资源好到爆 人气也高到爆 他凭借与黄晓明合作的大汉天子 与苏尔鹏高院员合作的 《一天屠陋记》 与鲍建峰赵文哲合作的至尊红眼 以及其他一系列影视剧 称为众人眼中的白月光 说欢迎程度甚至不亚于 当时爆火的赵薇林星如等人 在内地发展有了如此佳绩 贾静雯自然戏不胜收 但乐结生悲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他又陷入了舆论风波 虽然内地对贾静雯 当初在台湾 绿词作三的事情不甚了解 但很多人也并非傻子 在贾静雯这播剧 频繁播出的这几年 很多人也注意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的多部设播剧 吴敦都有投资 再加上当时有传闻说 吴敦送了贾静雯价值 五千万的房产 这些大料 迅速引起了吃瓜群众的兴趣 一时之间 关于假的包养传闻分支踏来 对于吴敦这种老江湖 这点传闻根本不是事 一句干爹干女儿的关系 就将此事解决 那时得益于自己老谋深算的吴敦 肯定没有想到 后来干女儿会与他闹得 这么的不愉快 甚至结为仇敌 好不容易解决了与吴敦的事 贾静雯还没有来得及 喘口气又被另一件事情 叫得心烦意乱 他的经纪人 不已经是前经纪人的Amy姐 实名指责贾静雯表里不一 当时在与贾静雯合约期满时 他答应自己会继续续约 但是没有想到 却偷偷签了其他经纪人 提到贾静雯 Amy姐显得极为激动 说他带过林心如 林心蕾这么多艺人 贾静雯无疑是令他最伤心 最失望的 他指责贾静雯脾气不好 艳高手低 自私 为了不让媒体爆出 贾静雯的这些负面消息 自尊骄傲的他 甚至会向媒体下跪 对于Amy姐的指责 贾静雯声称是公司太黑心 至于他已经道过歉 但Amy姐说他根本没有收到道歉 这场大战持续很久才停歇 不过因为双方不想继续下去 而是因为贾静雯没经历 去与Amy姐做口舌之争 因为这时的他已经未婚先运了 父中胎儿的父亲 叫做孙志浩 是一个富二代 常年流连花丛 与多名女星有暧昧关系 虽然已经怀孕 然而豪门并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据传 因为贾静雯在台湾的 封平孙志浩的母亲也有所闻 所以担心这个孩子来历不明 要求贾静雯生下孩子后 做亲子鉴定 认定是他们家的种后才可以结婚 这个要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实在是有些过分 但贾静雯也算是 人者身归笨归了 竟然忍了下来 默默盼着孩子的叫声 2005年6月 孙志浩因为醉酒 驾车被警察带到 同样被带到的 还有坐在他车里的一个货辣模特 当警察的电话打给贾静雯时 快要身上的贾静雯 气到早产生女 对于贾静雯的遭遇 他曾经的前男友黄建群 则无关痛痒的说了句轮回吧 相比前夫冷漠的态度 被贾静雯害到早产的王柏瑜 则祝他幸福 还大方的说同样当妈妈 我有宽容的心对待 不得不说任何人真的不一样 身下女儿 梧桐妹六个月后 贾静雯终于在2005年12月 同孙志浩结婚成功嫁入豪门 然而豪门的水很深 贾静雯在豪门的日子 并非表面上看起来 那么的光鲜亮丽 孙母及孙家人 都对贾静雯之前的作风和学历 颇有畏辞 平时里没有让他怎么好过 然而升级做爸爸的孙志浩 也并未收敛 婚前怎么玩 婚后就怎么玩 对于丈夫的行为 贾静雯竟然一忍就是四年 2009年 孙志浩与贾静雯四年的婚姻结束 不过这场婚姻结束并不太美 两人因为女儿开启了一场大战 在这场大战中 双方互相抱对方的黑料 贾静雯控诉孙志浩婚内出轨 并且屡次扎抱自己 还害自己母亲摔下楼梯 而孙志浩也毫不示弱 称贾静雯失财如命 而且婚后也不老实 跟黄磊告暧昧 并且爆出了他发给黄磊暧昧短信的内容 对于这条短信 贾静雯并没有否认 他解释说 那是为了弃孙志浩才发这条短信 因两人的大战 而无辜躺枪的黄磊事业受影响 不仅与妻子孙丽的代言取消了 而且其他事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少人指责他出轨插足别人的婚姻 尽管贾静雯后来发文道歉 自自恳切 但黄磊显然还在其头上并未接受 回了句 他和他先生脑子有病吧 转眼间到了2010年 贾静雯却还未与孙志浩分出胜负 为了得到女儿的抚养权 两人大宿亲自爱 这边贾静雯发出 他与女儿在一起互动的照片 那边孙志浩紧随其后 也发了陪女儿一起玩的照片 最后这场夺女大战 终于贾静雯付出2600万台币 争取到女儿抚养权 基本精神出户的结果而结束 离婚后的贾静雯为了养活女儿迅速复出 贾静雯这时又出手相助 但没过多久 他又跟贾静雯闹掰了 其应是吴敦让他帮忙拍一支广告 贾静雯一直少借口拖延 气得吴敦破口大骂 说他不诚恳 把自己当屁 而骂归骂 吴敦此刻虽然对贾静雯有不满 但也并没有想要彻底与他闹掰 真正让吴敦和这个干女儿大动肝火的 是他希望贾静雯 揭拍由他投资的流星蝴蝶剑 但贾静雯用照顾孩子为理由 拒绝了他 背地里却接了另外的戏 接连两次戏耍自己 心高气傲的吴敦怎么可能忍受 特地与贾静雯闹掰 改捧张萌 也许是孙志浩的婚姻 让贾静雯对男性极度失望 继而改变了性取向 在孙志浩离婚后 他就与一个同性女人走得非常近 这个女人就是人称 空空的孔情义 长得像鱼妈 是一个蕾丝身家不费 据传他苦苦追求贾静雯三年 在贾静雯与孙志浩离婚第二年才到一起 2012年 两人在空空的生日爬上 激情拥吻 公布恋情 这段百合恋 直到贾静雯遇到 修杰凯之后才结束 2014年 贾静雯与修杰凯在贾弟的介绍下相识 这个比自己小九岁的大男孩子 又身心温柔 抚慰着贾静雯那前疮白孔的心 是贾静雯不禁沦陷 突破年龄的鸿沟 与他走到了一块 2015年 贾静雯与修杰凯结婚 随即生下了大眼盟女布布 2017年 43岁的贾静雯又生下了女儿 波妞 这次他好像真的找到了幸福 修杰凯把他当成女儿来宠 而婆家也不计较他的过往 真心待他 还有三个可爱漂亮的女儿 陪伴在他身边 简直人生赢家 2019年贾静雯因我们与恋的距离 获奖事业上再度得到了提升 而在这一年 他与前夫孙之后 小熊满面的与大女儿梧桐妹拍照 之前闹得不可开交的两个人 在这个时候 仿佛已经化干戈为玉帛 对于贾静雯 我们同情他早期的遭遇 也佩服他的勇敢与坚强 在父亲生命成为之时 家欠去债之计 正直青春年少的他并没有逃避 而是选择面对 这很令人敬佩 但对于他之后的感情作风问题 真的不敢沟通 简直比他的朋友高圆圆还精彩 不管怎样 现在的他已经宠获幸福 成了一个眼中只有女儿与丈夫的好妈妈和好妻子 在此真心希望他们一家人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